这有什么好难 不就是转型写传宠风格吗 不就选暧昧吗 放置它 然后呢 然后呢 小夕 救命啊 亲人们哪 快来救救我 你这个跟屁虫又跟来干吗 简安 这是好事 没想到他们给你一个更大的项目 你昨天去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 可是我连恋爱都没谈过 还霸总 娇妻还暧昧 让我去死吧 你家不是有县城的人物原型吗 这不是县城的小娇妻 多从自己身边去取材嘛 多从自己身边去取材 那我想想这种小说该怎么写吧 简安 这你可就问对人 哇塞 你走路没戴眼睛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警察干嘛 你打住 咋了 这个台词是不是有点太老套了呀 土豆掉渣 你们俩懂什么 这可是我二十几年来的实战经验 所以你每次一分手 就被女生叫渣男 谁是渣男 而且我这次要写的是霸道总裁 不是校园文 像江绍凯这样的人 他一辈子也当不了霸子 简安 你还是听我的吧 江总 您的咖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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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习惯了 江总 您明明可以选择更好的秘书 为何偏要选择我呢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是的 因为你 是洛小溪 我还是辞职吧 给您添了太多的麻烦了 你突然辞职 我也很不方便的 我想跟你谈恋爱 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吧 还是不用了吧 来 坐 来 喝杯咖啡 我 我的天哪 在办公室就那个 是不是太羞耻了呀 罗小溪 你满脑子到底在想什么 那也比你强啊 宇宇 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 你不怕晚上尿床啊 比我强 你的那个 江总 这是您的咖啡 哎呀抱歉 强多了吧 矫情 而且 办公室恋情在大公司 是禁止的好吗 办公室恋情怎么了 我想谈还就谈了 你个无业优名 你现在有工作才能谈吧 你说谁是无业优名 你真是真是攻击 谁真是攻击啊 我揍死你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不是来帮我的吗 像你这种人进的办公室 就是一祸害 你才是祸害呢 你全诈都是祸害 你就是祸害 再跟我说一遍 一遍 你才祸害 我说你可怕 你就是祸害 陆总 这份文件也需要您签一下 薄言啊 晚上带简安回来吃饭啊 好的 妈 陆总是想联系苏小姐吗 我刚才路过咖啡厅的时候 看见苏小姐跟朋友在那儿 需不需要我帮你把她接过来 朋友 就是上次盘检房间那个 江少凯 陆总 陆总